我們剛才介紹了呼吸練習 現在我們會將呼吸練習 帶到我們的體式入面 首先我們跪坐 跪坐之後 你的腳的正中 和你的小腿 大腿的正中 它們是成一直線的 之後我會將手肘碰到膝蓋之後 再上一個手位 我們剛才提到的安全練習 所以要注意手肘的摺位 是否移到前面 和肩膀是否移到前面 這些位置也要先調整 然後我們在這個位置 去感受一下 剛才我們提到的呼吸的感覺 怎樣的感覺 就是我們感覺有撐開的感覺 好像手指也住在這裡 然後你需要將它撐開的吸氣 呼吸吸吸吸 對 首先你把你的感知放在腹部的位置 然後再去做 我們貓式的動作 我們貓式的動作就是 首先 眼望腹部的動作 我們繼續感知著 你的腹部的位置 內收的感覺 不是腹部鬆開 即是隨便放鬆的 一個呼吸 你會感覺 可能你做的時候 會比平時更加累的 OK 這個就是我們的貓式 手拍 感谢观看